轟的一声巨响 电线杆瞬间起火 成雷精卷打中路旁的电线杆 造成台中大雅2000多户停电 还有台北101后方天空 一道闪电划过 看了都让人触目惊心 四周号晚上封面报道 春雨夹带的雷电和水汽 台中以北几乎都下起大雷雨 连飞机起降都受影响 包括长荣两个从香港飞回台湾的航班 以及新宇航班飞曼谷的班机 都有被雷打中 不过并未影响到飞机行警 其实我们飞机的机翼 还有这个水面围衣在那边 后面其实都有个所谓的 静电释放装置 所以当这个有雷集的情况 或者是甚至本身 这个有飞机本身 有些电的情况产生的时候 都会替用这个静电的释放装置 把这样的能量释放出去 如果他刚好在机舱附近的话 其实乘客会听到砰的一声 那其实是不会有什么摇动 虽然飞机都有避雷装置 不过中国南方航空 还是选择保守方式 两架班机一个原定排北要飞上海 飞机却往南飞才绕去上海 另一个从广州飞台北的飞机 则绕过北部后转降高雄 甚至从高雄飞回广州时 还在北部外海大绕圈 又转降上海 比方说你一定得走这个航路 或者说你的油量不够了 你无法绕行的时候 你可能选择黄色或绿色的地方 做一个穿越的动作 所以刚刚我讲 如果你往上飞 可能飞到这边的时候 你不会选择红色的这边 所以你可能再往东边 台湾的东部再飞一点 从这个绿绿黄黄的地方穿过 甚至如果你安全一点的话 你也可以绕过整个的云与带 而人在户外看到闪电打雷 难免担心危险 如果出现头发竖起的征兆 就要特别小心 金属饰品也要避免穿戴 把被雷打到的风险降到最低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